迎接金融年 如若圈育清理特别在育清活动中心 举办明师辉豪正春年 免费法律咨询 以及理内优秀学职奖助学金发放活动 整个会场挤满人潮 气氛相当热络 育清理长陈一斌表示 举办公益活动 是当初竞选理长时的承诺 而这次更加码自掏腰包 发放理内高中、国中、国小优秀学职奖助学金 鼓励他们努力向学 我们主要就是发放国小、国中、高中 我们的目标是100名 而且这些费用的经费 都是由我亲自自己掏出来 奉献给他们 也希望他们以后有这个机会 能够回馈给这个社会 一般里长发放奖助学金 经费来源不外乎是黄金支收站 或爱心募集 但如若欲清理 则是由里长一手抱绊 豪迈大方 信手承诺了作风 现场嘉宾都给予高度肯定 这个奖学金跟有些里是不太一样 因为有些里是用里的环境支收 那个回馈 那环境女他这边因为没有支收 他是里长自己筹筹的经费来给这六十几位小朋友一个奖助学金 成熟不容易 这边的奖学金来说是用他自己的钱 不用基建款其他的募资 就用靠他用自己的钱来做第一次的来抛砖引玉 另外为了感谢里内资工一年来的辛劳 陈毅宾理长也自掏腰包 发送每位资工一个大红包 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吉隆武村 继续为郁清理打拼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